今天各位晚安 欢迎各位来到国家电影指示听文化中心的大影阁 我是婉玲 在座应该有蛮多人认识我的 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我也是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的影展统筹 非常欢迎各位来参加2022年第13届 TIDF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 以上应该是我今天晚上最严肃的部分 所以大家接下来就是放轻松就好了 我有准备很多稿 那我尽量念 那大家就忍受我一下 我其实今天晚上还是很紧张 虽然我作为这里觉得好像是我的家一样了 但是这是我们第一次在这个场馆 欢迎观众欢迎贵宾进到这里来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高兴 那过去三年来 其实对于一个现场性的影展 就是现场必须要有人跟人的接触的 这样子的活动 我们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紧张的 遇到了很大的挑战 那在这些挑战之中呢 我们也是在思考要怎么样透过策展 怎么样透过放映的规划 活动的规划 去反映我们身处的这个当下 那这一切都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那也是在场的所有贵宾或者是创作者伙伴们 跟我们非常多的支持 那纪录片其实一直都承载着社会的脉动 所以在影展的我们这几年来一直强调的核心精神 也叫做再见真实 透过这个核心精神在策展里面不断的去打破 不断的去重新建立我们对于纪录片的认知 对于电影放映的认知 对于纪录片还可以有什么样的可能性 一直不断的去做突破 这是我们这些年来一直在做的事 那今年其实蛮疯狂的 我们总共选了188部影片 就是后来就是选完片之后算一算大家都有点惊讶 因为这应该是我们这个团队接手以来 选过最多片的一届 所以绝对是绝无尽有的 那一路走来其实影视听中心 然后整个影展的团队非常非常的庞大 那我在这边想要先介绍 我们最重要的三位首长 他一路走来对我们有非常多的支持 首先是影视听中心的执行长 王俊琪 王执行长 然后接下来我们有两位副执行长 分别是陈仁林 陈副执行长 然后以及林佳慧 佳慧副执行长 那我可能接下来想邀请执行长来 为我们说几句话吧 谢谢 谢谢婉玲 很感谢大家的历临 然后以及一路以来对于TIDF的一个支持 去年我们在办完之后 马上就进入到三级警戒 我们一方面很庆幸 那二方面团队们也说 马上就要连续的再一年办影展 其实会有一种疲惫感 然后正当我们很安心很庆幸的觉得 纪念影展可以顺利举行的时候 此刻的我们其实在日常当中也有很多很多的不安 我昨天晚上突然觉得这好像纪录片 好多好多预期之外的发生 这些预期之外的发生 可能有时候他的力量之大会让你觉得毫不真实 可是正是这些不真实 可能才是真实的一个模样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 那大家大概会注意到我们缺席的蓝董事长 那也因为正在作为密切接触者 所以正在居家隔離当中 但是他跟我们其他的同事 目前都一切平安 所以我想我们都很珍惜 能够在此刻同样的 还是可以齐聚一堂 观赏这么精彩的纪录片作品 1998年 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 在当时的文件会的 这个主管单位之下成立 大家有机会可以到我们二楼的 仙仪先生的常设展现场 有一张1998年的照片 那上次阿修导演看到 还特地拿手机照了下来 跟大家分享 2014年 纪录片团队进入到了国家电影中心 开始去强调纪录片的 遗产电影的一个面向 时光台湾跟台湾切片 成为TIBF非常重要 而且很获得好评的单元 我想这都是不同的一个项目 能够集合起来发挥力量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果 那我们在今年开幕了 也像我刚刚讲的 今天可以在这里 在自己的家 办开幕 办展览 其实意义格外不同 所以很谢谢大家 也希望大家在接下的十天 可以帮我们好好的享受 最坚实 而且是最厉害的 TIBF影展团队 带给我们非常非常令人期待的想念 谢谢 所以我刚刚搞前面有点没念到 但是执行长帮我讲了 就是TIBF是一个双年展 然后双年展在影展圈里面 其实是一个非常稀有的东西 就是世界上现在剩下的双年展 而且是纪录片的 我觉得应该一只手就数完了吧 木材对吧 对所以当去年办完了影展 今年又接续要办影展的时候 其实想来是非常非常头痛的事情 然后也让我们被丢到一个 完全不熟悉的节奏里面 那当然大家还是非常努力 所以今天我们各位才有办法坐在这里 一起来欣赏这个影展 那这一路走来 其实当然也要特别感谢文化部的支持 那今天我们也很高兴 文化部影视司的次长 也有来到现场 我们想来 欢迎李静慧 李次长 好 都是影天统筹嘛 然后策展人 还有我们影视听众心的执行长 两位副执行长 然后我们影视局的同仁也有到吧 然后还有我们文化部影视司 好 看到局长了 我们影视司的同仁也都在现场 那更开心更重要的是 今天在场有这么多影视界的朋友 还有一直喜欢一直陪着纪录片的朋友们 好 刚刚我们看到影片里面有提到说 影视厅中心其实是想办法到天涯海角去 去办电影院 那我自己在这一年当中 从影视厅中心开放了以后 我有些可能就很爱看影片的朋友们 他们形容我们影视厅中心就是那个天涯海角电影院 从北义大那个关渡了 沿路要到这边来 那个要花了一个半小时 一小时45分钟以上的车程 即使是这么遥远的地方 可是我想电影 可是纪录片就是有这样子的魅力 让大家到天涯海角去 也想要来理解或是来观察 今年的策展人到底用什么样的概念 为我们挑选了哪些影片 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影院当中 一起去感受所谓的真实或者是不真实 当然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有机会一进文化部就刚好连续两年 都来参加这个国际纪录 台湾国际纪录片影战的一个开幕式 那我这个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去年的纪录片头 因为开场片是《李大围城》 那看完《李大围城》的时候 一个现场民众的不忍发出任何声音的那一刹那间 那个感动到现在已经都记着了 所以我回到办公室之后 我一直跟我们同事 我就拿那个片单的挑片 我自己跑去看好几款的纪录片 那今年也是一样的 我想就刚刚讲的今年有188部 那当然对我来讲最大的好处是影视听中心 就在文化部旁边 这大概是对我最方便的一件事情 有机会能够再调这边来 那我相信不论是策展人的用心 或者是我们影视听中心团队们 大家无非是希望在这个此时此刻 一方面有疫情 一方面有战争 然后我们还有另外的不同 每天都有各种不同的威胁在的时候 我们如何在保持一颗纯净的心 然后去看这个世界 去理解我们自己 去理解别人 跟我们的相同或与不同 我想这是国际纪录片影展里面 可以带给我们的最大的愉快 也是最大的愉快 也是最大的愉快 在这边欢迎各位 即使我们在新庄是远了一点 还是一样 要支持影视听中心 就请先观赏今年的纪录片 到新庄来看电影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我觉得我们今年一直到现在 其实在我们公布 就是今年的场馆有哪些之前 其实大家都一直在问 是不是会在心中 是不是会在心中 怎么办我今年怎么敢唱 到底要怎么办 当然 因为影片很多 188部放不完 所以我们的确是有超过一个场馆 但是 新庄这里还是有很多方便之处 旁边就有捷运 所以他就过来了 走过来 大家走一走路 其实都OK 那当然 影视听中心的设备非常好 这个不用说 就是大家都可以知道 那很高兴 阿修导演今天会在这边 首映他的电影 我觉得他现在看起来 一脸很紧张的样子 哈哈 好 刚刚提到 其实 一路上走来 有非常多伙伴陪伴我们 那在这边 我想要一一介绍他们 那我会 就这样 介绍过去 那首先当然是 事长刚刚提到的 影视司跟影视局 其实 或许自己拿来 对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支持 那再来是 还有 预法院的 陈迅真委员 然后以及文化内容设定院 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台北市文化基金会 台北市电影委员会 台北影视基金 那还有 其实 从大概2014年以来 一直陪伴着我们的 富邦文教基金会 他 在我们做青少年评审团 这一块有非常非常大的协助 也谢谢他们 那再来是 裁断法人台湾文化基金会 那以及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 那当然还有我们一直来的伙伴 公共电视 那今天的赞助商是 萨图尔金品咖啡以及 连续两季都赞助我们 大家有一些人有礼带 里面超大和的那个 大春炼造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伙伴 也非常谢谢他们 一直来对我们的支持 那当然 影展我觉得最重要的核心 还是在座的各位 有非常多都是纪录片工作者 纪录片创作者 你不一定认为你是纪录片创作者 但是今天你坐在这里 我们就认为你是纪录片创作者了 那没有各位的作品 就没有我们的影展 所以非常非常谢谢各位 那在这个同时我也要很感谢 我们的所有竞赛的初选委员 竞赛的决选评审 以及青少年评审团们 我们今年总共有二十多位 青少年评审 他们花了一整个周末 看了非常多顾片 然后讨论 然后这个过程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 所以我也谢谢这些评审 然后翻译下面 我们小超背面还有 我们一直提到疫情 过去三年以来 疫情对我们的影响真的非常非常大 那除了疫情以外 其实影响性中心在去年搬家到这里来 我们现在已经快要一年了 对快要一年 那搬家本身 如果有搬家 等于就知道搬家是一件 真的非常耗神的事情 那你想想看 这么大一个中心 要搬到这里来 除了地点以外 人员的配置真正 其实带给影展团队 也非常非常多的冲击 那这个冲击 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 很可能都在 我们自己都想不到的地方 所以我讲了那么多 其实我今天最感谢的就是 影展的工作团队 然后以及我们每一个在场的志工 所以我希望大家 用最热烈的掌声 谢谢这些影展团队 谢谢 确实像执行长讲的 很不真实 但又是真实 那到底 什么是真实 大家可以在TIG选一部片 然后去体验到底什么是真实 那我跟婉玲工作 或认识至少有十年了 那我今天觉得她 好像有脱口秀演员的潜力 那我想分享一些我自己工作的心得 我第一次做TIG选应该是2010年 那时候的特展王耿瑜 他今天也在场 他找我一起合作 那个时候是28岁 28岁 那我28岁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工作 那我是写电影评论出身的 而且我写的是非常冷门的纪录片 所以我也不觉得我自己未来会有一份工作 但我总梦想着说 能够养活自己 而且是靠自己喜欢的职业 到底要怎么进行下去 那所以很谢谢耿瑜当时候找我 让我知道说 原合影展工作也有他的专业 也可以成为一个正职工作 那我很幸运的在2014年 也进到电影中心来 那时候我想像 那时候叫纪录片双年展嘛 就两年半一次 所以我就想像说 这个工作很轻松哦 一年策展一年不用干嘛 是一个梦想中的工作 但今年不一样了 去年不怕办完 今年又要办 那我突然感觉到 那些影展圈的朋友们 金马影展台北电影节 原来他们的压力是这么大 那我觉得TIDF团队 相信大家也知道 非常的完美主义 非常的龜毛 他们想要把最好的节目呈现给大家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 包括新厂馆的成立 跟整个影视经理中心的升格变化 都紧紧的牵连在一起 所以这中间其实有很多冲突 也有很多包容 也有很多协调 或是妥协 但我希望这些东西都可以化成一个完美的结果 我呈现在观众的眼前 那第二个我想讲的是说 大家都知道 纪录片真的很不容易 那当然你作为一个推广纪录片的平台 影展其实也很不容易 那在这样疫情的 险峻的状态下 有很多不可预测的 所以大家真的是战战兢兢 希望还是可以把影展做起来 那这边我也是上晚也讲的 非常的谢谢所有人的协助 那回到今天的开幕片 今天的开幕片是我研究所的老同学 洪春秀导演的作品 那洪春秀导演他 在我记得2000多少年的时候 他就有入围过TIFF叫和口人 然后他上一次在TIFF露出的作品 是2014年的《山海经》 当年还得到了青少年评审团奖 非常重要的作品 然后后来他就不见了 就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然后一直到8年后 今年他终于有新作推出 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金门流念》 那他昨天在脸书上发表一番言论说 他自己是退伍25年的老人了 然后我这边想要请他先上台来 然后也跟大家打个招呼 介绍他的影片 我们先掌声欢迎黄真秀导演 好 那我要讲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这个应该是台湾电影 台湾电影第一次正式的在一个迎战 而且是在影视厅中听着大英格做世界首映 阿俊你有看过你的作品在这么大的荧幕上过吗 没有 没有 你有没有什么想听观众讲 其实我不是25岁的老人 我是25岁生日 因为男生有两个生日 一个是吃蛋糕那天 一个是领退伍那天 所以我觉得说 退伍是重生嘛 可是那时候一直在想告别军旅的这个噩梦 可是没想到到后来却拍了一部这样的电影 然后而且还会偷偷怀念自己以前那个的样子 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很多没有想到的东西 对 那我们也知道说 上一次我记得你入围的时候 你好像还蛮轻便的 你又花了八年拍这个片子 小朋友都长大了 所以你要不要谈一下为什么花那么久 然后这个片子大概在讲什么 嗯 花那么久 那个是小弟不拆 然后因为还要花一些时间去市农工商 所以我都趁寒暑假的时候去拍片 然后 然后 然后花了那么久的时间也是因为我觉得三个悲设者 嗯 比较 不容易进入他们的生活 所以也花了蛮多时间去填调跟 跟他们广化这样子 对对对对 好 那这个片子 跟金门 有时间的关系 那阿修 甚至他拍到被 被有些评审认为说 诶这个是金门人拍的作品 所以 我知道你是新北人 那等一下我们自己可以体会一下 好 好 那我们话不多说 好 我们就先把主事帮交给 好 那两位先留在台上 那我想 我们在看金门留念之前 可能要先在新庄留念 所以我想请前面各位 次长 执行长 两位副警长 我们上来听你留念 然后还有 赵敏以及红润 那我们有新城市 下次再见 金门带脚 而且我们要先进去 金门带脚 而且我们还有金门带脚 而且我们还有金门带脚 然后有一张人 第二位 自己就像是 哈哈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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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我們大會的攝影在中間這邊啊,我們看中間 那就謝謝各位囉! 那也請工作人員帶我們貴賓到管理的位置 那在他們現在移動開始走路的同時 我也有一些電腦的話在這邊稍微講一下 等一下其實應後還會有應後座談 阿修導演當然會跟我們分享更多影片拍攝 跟他這8年來做這部影片的一些心得等等的 那應後座談之後呢,在外面剛剛大家來的這個大廳 大廳也會有酒會參和,有酒可以喝 剛剛進來前有人問我說今天到底有沒有酒 有有有,今天有酒可以喝 好,那也歡迎各位留下來的交流 那當然,疫情的期間 我還是想要再一次不厭其盤提醒各位 就是口罩,然後以及社交距離,以及手部消毒 那在接下來就希望大家觀影愉快囉!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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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